北北基鐵媽會 進來 323祈福親戾 獲得啦 勞動節一大早 吃過和平島知名肉包後 基隆市長林友昌 領軍 由基隆和平島天后宮出發 開始323鐵媽會的活動行程 幫缺水的中南部其余 也為近來又升溫的疫情祈福 更希望推廣這一條 橫跨北北基的觀光清旅行 三位弟三媽祖先 我們要從基隆的和平島天后宮 然後騎到汐止 松山 士林北投 然後到這個關渡宮 總共有六間媽祖廟 我想就是我們在 我們的家戶的周邊 其實吃就可以拜媽祖 然後在假日的時候 可以來個親旅行 立委蔡思英 市議員張浩瀚 陳怡等人都到場力挺 有基隆女兒稱號的 知名藝人陳美鳳 與同樣出身基隆的藝人 蔡允潔 童韋傑 更加入培起行列 我們大家知道說 6月3號是世界地球的自行車日 今年的世界自行車日 在台灣的舉辦活動 就是在基隆舉辦 這樣好不好 因為我是吉他人 然後來參加這樣的一個健康之旅 這是我的榮幸 而且市長的帶領之下 大家來個健康之行非常好 鐵馬車隊很快來到第二站 基隆市區的清安宮 在清安宮主委童勇 及市議員童志偉等人陪同下 向基隆媽上香後 牛昌與陳美鳳也特別到廟宇對面 品嘗礦肉飯 魚丸湯等 從溫家鄉美味 今天幫美鳳姐準備 烤肉飯 然後還有很多的小菜 然後更重要的是這間 最出名的就是 大白鯊魚丸 對 所以我們美鳳姐 請她品嘗回味一下 離開清安宮後 隊伍經由無睹鐵路隧道 進入新北市 還有一對父子 特別在這裡等了半小時 就希望加入陪騎行列 在這裡等你 真的 陪你騎到戲子 好 來 好 來 準備 在無睹進入七夕自行車道後 隊伍來到了第三站 戲子紀德公 受到紀德公主委許仲誠 與立法院賴品魚 及信眾的熱烈歡迎 我們來跟媽祖祈求 湖外乎就是要身體健康 要風調無精神 要國泰民燈 所以我覺得祈求要出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上 其實跟我們拜媽祖祈求的東西 是一樣的是切合的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恰如其分的活動 即將改建的紀德公 除了是知名戲劇 通靈少女拍攝地外 一旁的戲子老街 更是美食群聚 林友昌也受邀 到附近百年老店 品嘗 昂菇粿美味 我在網路上 送這個送很久 這樣 這樣做 從戲子離開 一行人順利抵達松山池祐宮 受到池祐宮董事長陳玉峰 與台北市議員江志明的熱烈歡迎 陳玉峰還送上限量版運動毛巾 請精美馬祖吊牌 為林友昌鐵馬行祈福 參美馬祖後 牛昌也到饒河街夜市 里著名的東發號 品嘗油飯與喝仔麵線 牛昌還拿出 既容限定的馬鹿醬搭配 讓美味再升級 接近中午 鐵馬隊抵達第五站 士林慈賢宮 慈賢宮主委江韻勇 及台北市議員陳怡君 特別準備 士林夜市知名的愛玉 其清華下旦等飲品 讓牛昌一行人解解渴 這堆馬祖 逝入牛昌二人十幾年 曾回來了 我們這裡很聖誕 今天剛才市長 來再來帶馬祖 我相信 就是我跟他說 市長心想事成 步步高升 打到市長 真的有一個很不好的缺點 都在搞政治 所以我希望說 未來有一個真正能夠 用心在市政的市長 我認為這個林又昌市長 非常適合 離開市林 鐵馬車對趕往欺負之旅的 最後一站關渡宮 與立法委員吳施堯 台北市議員林士忠 鍾佩林 陳慈惠等人 一起上香 向媽祖祈求 庇佑台灣繼續 天降甘霖解除焊象 也能平安度過疫情威脅 老媽 一直就迫我們市長 步步高升 我相信我們台灣 為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保護建築來做對 同樣是行政院幕僚出身 都積極投入 教育文化推廣的 林又昌與吳施堯 也護贈禮物彼此加油打氣 其實我們以前是行政院的 同事 我們在院長辦公室共事過 所以我們也都曾經經歷過 幕僚的時期 還有體重都比現在 小10公斤的時期 然後他居然沒有找我陪他騎 讓我表現一下 下次我陪你騎 好 我們現下我們北投的祝福 謝謝 謝謝 順利完成這趟 將近60公里的自行車之旅 讓林又昌印象最深刻的 有哪些呢 我覺得最困難的是 因為一路都是逆風 一路從機動出發 一路都是逆風 所以騎起來有點辛苦吃力 然後我騎的不是那種 叫做高速的那種車子 所以他的輪胎比較寬一點 那騎起來速度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到最後 有人講說剩5公里 剩4公里 剩3公里就衝啊 就想說就是拼一口氣 把它這個衝完 牛昌表示 明年中將會把北北基 自行車道擠出斷點銜接 到時候國人就可以透過自行車 沿著基隆河岸倡游北北基 牛昌也邀請大家 今年10月到基隆參與 盛大的城市博覽會 見證基隆的蛻變 3 2 3 起伏輕力 後期啦 記者張啟騰 北北基 隨行報導